第一章 何家团圆的好日子 我老公张德耀的情人 特意从老家赶来 陪他过节 二人白天 逼我净身出户 晚上对我全打脚踢 打完我后 连夜回去没车 只能高价几货车 没想到 货车太久没检修 刹车失灵 直接将两人带进ICU 警察给我的现场照片里 两个人都光着地 我没想到 他们竟可以不顾旁人 在车上就动情 听警察说 货车司机捡回一条命 不过 右腿被树枝贯穿 已经截肢 我看着 ICU里只剩了半截的张德耀 努力压着笑意摇摇头 直到看见盖上白布的小三沉爽 我还是笑出了声来 一个高位劫瘫 一个当场死亡 真是英国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医生此刻正竭力地为我介绍治疗方案 根据患者张德耀 我直接打断了医生的话 指了指张德耀的氧气罐 家里没钱 拔了拔医生面色露难 还是能抢救一下的 我摊了摊手 一脸无所谓地说着 那只能联系他妈了 要不然家暴难死路一条 面前的女医生听罢 带着几分揣测地看着我身上的伤 又看向了监护室的张德耀 最后对我点了点头 其实我说的这话半真半假 张德耀为逼我近身出户 家里的资产都已转到陈爽名下 这样看来我确实没钱了 但 钱很快就能追回来了 第二章 繁星氏将女儿连夜送到闺蜜家后 我找了室内最好的律师面谈 丧偶的话 能直接追回所有财产吗 律师的手抖了抖 交来了满意的答案 我火速回到医院 守在张德耀身边 王翠芬此刻正在赶来缴废的路上 我必须在他赶来之前 先解决张德耀 医院为其进行了三个小时救援 张德耀勉强捡回了命 半死不活的 随时可能死 我捏住了他的氧气管 在他耳边滴雨 再见了 我的王夫 人是昨天晚上没的 骨灰早上就炼出来了 我特意早起 给他赶了最早的一班火化炉 看着燃烧的过程 我嘴里哼着 在大大的炉子里面烧啊烧啊烧 拿大大的钞票 我大大的画 骨灰领回家时 律师打来了电话 让我准备相关手续 起诉陈爽 我一脚踹开骨灰 将脸埋在被子里 愉悦溢于言表 人生三大喜事 升官 发财 死老公 今天一天 我就占了两个 五十块钱的塑料骨灰盒 也在地上滚着 撞到了桌腿 才停下来 前天也是在这里 张德要用毛巾 包住桌脚 抓着我的头 一下接一下地磕上去 嘴里大骂我是个婊子 死活不离婚 陈爽坐在沙发上 摆弄着手机 娇滴滴地说 哎呀老公 你下手轻点吗 张德要猥琐地 一笑嘿嘿 晚上给我的好宝看 更吓人的 没个正行 姐姐还在这看着呢 晚上确实吓人 大货车横冲直撞 给俩人送到ICU 直接给陈爽下没了 他也没了 我抓起廉价的骨灰盒 从高处狠狠摔下去 沉闷的一声巨响 便宜张德要了 死了还能住上 这么好的房子 活着的时候 张德要为了 多要些拆迁款 无所不用其极 政府给的拆迁补偿款数 很高 但张德要偏偏觉得不够 强拉着女儿 挤在那套房子里 不让政府动工 四十度的天 没有空调 我的女儿热得发烧 也没能让她心软 医院给我打来电话 让我脚废 说女儿的命就回来了 可脑袋烧傻了 我的女儿 因她成了脑碳 与此同时 她和情人在我家 吹着空调 翻云覆雨 我怎么会离婚 我要她的命 钱也要一分不少地拿回来 我拢回思绪 抬手看万表 查看时间 差不多了 我收拾好东西离开家 我驱车去了机场送人 女人身上的牛仔外套 被洗得泛白 手上还抱着个两岁的女孩 我摸了摸女孩的头 嘱咐道 嫂子你放心 等你下次回来 就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第三章 维护张德要死了 我很快和政府达成合作 带着相关材料 办手续 签字 成功拿到巨额补偿款 政府的工作人员 已经愁张德要 这个钉子户很久了 看到我这么爽快的 就答应了拆迁 握着我的手 激动得热泪盈眶 走前送了我许多鸡蛋 感谢您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礼貌地笑了笑 不用谢 配合政府工作 是应该的 我带着两斤鸡蛋回了家 不出意外的话 下午王翠芬女士 即将到达战场 我得养精蓄锐 我点了顿外卖 吃饱喝足 倒头就睡 三点零一分 如雷鸣般的敲门声响起 宋秋捅你这个扫把心 给我滚出来 你杀我儿子 还在家里躺着 门外的王翠芬 正在飙各种不堪入耳的脏话 我通过门口的监控 看到邻居们都探出头来 王翠芬身边还跟了个男孩 看着比我女儿还要大 那男孩肥头大耳 神色英质 是陈爽给张德要生的儿子 我仔细对比了二人的脸 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王翠芬见气氛到位 坐在地上就开始大哭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辛辛苦苦 一个人拉扯大的儿子 被他赶出家门 遭遇车祸 他就是个杀人犯啊 桑尽天良啊 我儿子怎么娶了这样的毒妇 我儿要是死了 我也不活了 看着王翠芬哭得肝肠寸断 张嘴便是抹黑我 说我不守妇道 河野男人联合起来 要侵占他儿子的财产 原来张德要颠倒黑白这个本事 是学了他妈 他婚内出轨 却倒打一耙说 我和领导不清不楚 这对母子都戴绿帽上瘾了 我冷笑了一声 又踹了骨灰河一脚 你怎么不来维护你妈了 第四章 麻烦我生下苗苗之后 王翠芬一直明里暗里地 嘲讽我生女儿没用 说自己家三代单传 可不能断在我身上 最开始 张德要让我别计较 我敬他是长辈 忍着 可他竟然越来越过分 趁我不注意 好几次偷打苗苗 小孩子细皮嫩肉 身上的亲子看起来触目惊心 我以为是孩子生了什么病 带去看医生 这才知道是他下的黑手 因此 我和他两个人大吵一架 从公司回来的张德要 不问原因 直接就给了我一巴掌 王翠芬在旁边拍手叫好 打得好儿子 女人就不能惯着 想到这里 我将家门打开 张德要 也是时候处理一下这个疯婆子 门外王翠芬 正唾沫满天飞地说到高潮部分 他说 我眼里只有钱 是拜金女 所以才给去勾引我上司 我棒到发财树了 马上就将他儿子赶出门外 见我开了门 他从地上蹦了起来 指着我鼻子嚷嚷 快来看 就是这个贱人 他勾引他上司 被我儿子抓到 就害我儿子在医院生死未卜 我连忙出声纠正他 你儿子没在医院 他在这 说着 我把骨灰盒扔给他 他没接住 张德要狠狠摔在了地上 你们母子终于团聚了呀 我抱着胳膊 人畜无害地滋着牙 不用谢 骨灰盒五十 记得转给我 王翠芬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只有面容极度扭曲 倒是那个煤气罐先听懂了 他与张德芬对视一眼 尖叫地向我扑过来 爸爸 你杀了我爸爸 我要杀了你 我往旁边一闪 轻松地躲开了 不能瞎说啊 是你爸和你妈偷情 意外出了车祸 被人发现 是连裤子都没穿 小孩子哪里听的这种话 向我扑来 王翠芬也哭着爬过去 捡起骨灰盒 你杀了我儿子 我要杀了你 你这个烂货 你为什么不救他 都是你害死了他 你去给他陪葬 场面一度极其混乱 我被抓伤了几处 万幸 警察来得很快 还正式办理 张德芬车祸案件的 那个警察 王翠芬和煤气冠 都被警察拉开 他俩不死心地 还要扑过来 直接被警察 死死按在地上 见此 王翠芬又一屁股 坐在地上开始哭 警察同志 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 这个女人杀了我儿子 没天理了 我这老婆子不活了呀 哎呀 警察哪管这个 谁报的警 我赶紧过去 摸了摸不存在的眼泪 我报的 他们两个一小时前 就在我家门口辱骂我 我老公刚死你也真的 你放屁 王翠芬又跳起来 明明是你害死了我儿子 还打我的孙子 我害怕地 往警察身后一缩 做出一副柔弱不能自理的样子 小心翼翼地开口 左邻右舍都看见了 你在我门口骂了一个小时了 大爷大娘立马点头 附和道 是啊 一直在这骂 咋劝都不走 小松半天一句话都没还口 我被吵得心脏都受不了了 王翠芬气得不行 只会指着我说 你 你你 好在楼上楼下大爷大娘 都叫我干闺女 否则今天这件事 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接过她的话 也带了哭腔 妈 得要是和小三偷情时 被车撞了 她家暴完我就出门鬼混了 天天说鬼混 可我也不知道 她在外边孩子都这么大了呀 我指了指梅气罐 梅气罐冲我呲牙 和她爸一个德行 大爷大娘马上开始帮腔 这孩子比小宋家苗苗都大 死得不冤枉啊 可不是吗 要我说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难怪不得好死啊 王翠芬指着我的手 又指向了大爷大娘说什么呢 你们一群老不死的 我撕了你们的嘴 警察同志一皱眉 这是文明社会 你儿子车祸的案子 是我办理的 纯属意外 和宋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王翠芬又坐在地上了 扯着嗓子 开始哭你们警察呀 和她都是一伙的 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 有没有天理 有没有王法了呀 我耸了耸肩 看着满脸无语的警察 忍不住有些心疼 我这稀烂的婚姻 等王翠芬解决了 马上就要又麻烦她了 第五章 有事找警察王翠芬 和梅七冠 被警局请去喝茶后 我便马不停蹄 地带好相关材料 前往律所 我把张德耀的死亡证明 拿出来 这是证据 偷情出车祸 没抢救过来 我向来遵纪守法 不干杀人放火的事 可杀狗除外 律师了解情况后 不像上次一样窘迫 推了推近况说道 根据法律 您王夫转给情人的财产 属于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 您收集的相关证据齐全 可以直接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 那小三也死了呢 律师此刻皱了皱眉 看向我有几分打量 他俩一起出的车祸 你看还有报道呢 我将二人有关的报道 和现场照片拿了出来 补充着和我没关系 律师的眼神并没有移开 那这种情况 您可以起诉他的法定继承人 我两眼放光 证据搜集了这么久 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时刻 然而 我这边还没出律所 拆迁办就打来了电话 宋女士 您婆婆带着孩子来闹 说这套房子是他孙子的 您没权利处置 不让我们施工 您看看来解决一下 我翻了个白眼 怎么闹的啊 是不是坐在地上哭 是的 我们已经报警了 您来解决一下可以吗 听吧 我一脚油门 就到了老房子 一下车 就听见王翠芬哭嚎的声音 宋秋彤这个杀千刀的 他杀了我儿子 还抢了我家的房产 一分钱没给我孙子留啊 我们一老一小 怎么活啊 老天爷啊 您开开眼 一道雷劈死他吧 你别说 老天爷最近真开眼了 那不一下子 就把你儿子带走了吗 我一走过去 那群工作人员 如同看见了救星 宋女士 您可算来了 同样激动的 还有王翠芬和梅气冠 梅气冠本来和他奶奶一起哭 看到我出现的那一秒 疼得一下从地上跳起来 杀你杀你 你这个贱女人 旁边一个高个的工作人员 一把把她拎起来 那工作人员目测一米九 撞得像头牛 梅气冠被他拎起来后 双脚悬空 好一阵扑腾 也没能正脱开 胖脸憋得通红 只能愤怒地 继续言语攻击我 你这个贱女人 我要扒了你的皮 妈妈说了 你早晚会被她玩死 还有你生的那个小剑种 我要让她吃我拉的屎 我冷了脸 上去就是叶尔瓜子 附生不如的东西 你说什么 梅气冠被我打懵了 到底是个孩子 看我的眼神带了几分畏惧 呜呜地哭了起来 王翠芬这下子 可在地上坐不住了 张牙舞爪的 抱着张德要冲上来谁 让你打我大孙的 你这不下蛋的母鸡 你再动我大孙一下试试 正当王翠芬冲过来时 政府人员拉住她 王翠芬简直要气疯了 这个小贱人 破烂火 杀我儿子 抢我房子 打我孙子 没天理了是吧 难怪会听说她年轻时候 撕遍了村里所有年轻小媳妇 我一边盯住这边的战场 一边用余光瞄着门口 终于 警察同志的身影 出现在角落里 第六章 法律不认王翠芬和煤气冠 被警局请去喝茶后 我便马不停提地带好相关材料 前往律所 我把张德要的死亡证明拿出来 这是证据 偷情出车祸 没抢救过来 我向来遵纪守法 不干杀人放火的事 可杀狗除外 律师了解情况后 不像上次一样窘迫 推了推近况说道 根据法律 您王夫转给情人的财产属于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 您收集的相关证据齐全 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那小三也死了呢 律师此刻皱了皱眉 看向我有几分打量 他俩一起出的车祸 你看还有报道呢 我将二人有关的报道和现场照片拿了出来 补充着和我没关系 律师的眼神并没有移开 那这种情况 您可以起诉他的法定继承人 我两眼放光 证据搜集了这么久 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时刻 然而 我这边还没出律所 拆迁办就打来了电话 宋女士 您婆婆带着孩子来闹 说这套房子 是她孙子的 您没权利处置 不让我们施工 您看看来解决一下 我翻了个白眼 怎么闹的啊 是不是坐在地上哭 是的 我们已经报警了 您来解决一下可以吗 听吧 我一脚油门 就到了老房子 一下车 就听见王翠芬哭嚎的声音 宋秋彤这个杀千刀的呀 他杀了我儿子 还抢了我家的房产 一分钱没给我孙子留啊 我们一老一小 怎么活啊 老天爷啊 您开开眼 一道雷劈死他吧 你别说 老天爷最近真开眼了 那不一下子 就把你儿子带走了吗 我一走过去 那群工作人员 如同看见了救星 宋女士 您可算来了 同样激动的 还有王翠芬和梅气冠 梅气冠本来和他奶奶一起哭 看到我出现的那一秒 疼得一下从地上跳起来 杀你杀你 你这个贱女人 旁边一个高歌的工作人员 一把把他拎起来 那工作人员目测一米九 撞得像头牛 梅气冠被他拎起来后 双脚悬空 好一阵扑腾也没能正脱开 胖脸憋得通红 只能愤怒地继续言语攻击我 你这个贱女人 我要扒了你的皮 妈妈说了 你早晚会被他玩死 还有你生的那个小剑种 我要让他吃我拉的屎 我冷了脸 上去就是叶尔瓜子 复生不如的东西 你说什么 梅气冠被我打懵了 到底是个孩子 看我的眼神带了几分畏惧 呜呜地哭了起来 王翠芬这下子 可在地上坐不住了 张牙舞爪的 抱着张德要冲上来谁 让你打我大孙的 你这不下蛋的母鸡 你再动我大孙一下试试 正当王翠芬冲过来时 政府人员拉住他 王翠芬简直要气疯了 这个小贱人破烂火 杀我儿子 抢我房子 打我孙子 没天理了是吧 难怪会听说他年轻时候 撕遍了村里所有年轻小媳妇 我一边盯住这边的战场 一边用余光瞄着门口 终于 警察同志的身影 出现在角落里 第七章 联手我笑笑您 肯定有权继承您儿子的遗产啊 继承呗 见他没懂 警察赶紧解释到 这套房子不在您儿子的遗产内 这属于宋女士的婚前财产 我继续嘲讽我和德耀呢 没什么存款 给他车祸手术也花了不少 我算了算 一共不到两万块 按照法律规定呢 是应该分给您五千 怎么可能 王翠芬诱火了德耀和我说了 他最少有一百万的存款 都让你吞了是不是 你这个丧门性 我故作惊讶妈 德耀没跟您说过吗 他把钱都转给陈爽了 陈爽跟德耀一块死了 尸体还在太平间呢 德耀转给他的钱啊 要拿也是算陈爽父母头上 您赶紧找个律师问问 再去医院看看 现在追回还来得及 王翠芬这下子 彻底傻眼了 没想到 自己闹了半天 居然一分钱没有 我冷笑了一声 他想不到的 还在后面呢 托张德耀的福 我找到了陈爽闺蜜的电话 给了他一千块 让他赶紧告诉陈爽父母 他们的女儿 被张德耀害死了 张德耀的妈 还要侵吞陈爽的财产 老两口一听到女儿死了 两眼一黑 差点昏死过去 不过很快就重振旗鼓 估计这时候 也已经杀到医院去了 果然啊 等我慢悠悠地吃完饭 赶到医院去 刚好看到医院门口 两个人扭打在一块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害了他 还好意思要财产 我呸 明明是你儿子 不要脸地追我女儿 今天送花 明天送蛋糕的 这才害得我家耍 咳死他乡啊 哎呦 我的耍啊 定睛一看 这不正是我那个 不讲理的婆婆 和陈爽他妈妈 周围已经围了 里三层外三层的 吃瓜群众 我赶紧挤到前面 加入吃瓜大军 两个人的战争 已经由互骂 升级为揪头发 旁边一个穿着中山装 右手拇指 带着翠绿扳纸的男人 脸黑得能低沫 住手 你和这种婆妇 有什么好打的 两个人哪里听得进去这个 陈爽妈打架之余 回头吼道 你的人呢 叫过来 把这婆妇丢出去啊 回手又给了王翠芬 一个大逼动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这 果然一山 更比一山高 赶紧打开相机 记录王翠芬的美好生活 陈爽妈利用身高优势 完全碾压王翠芬 左一个大嘴巴子 右一点胖 王翠芬头发 都被揪掉了好几把 怎么急也打不到陈爽妈 最后不知道谁报了警 警车滴滴滴地来 又滴滴滴地带走了他们三个 上警车时 我明显注意到 陈爽父母表情 极其不自然 见到警察时 就一直在解释时误会 看得出来他们抗拒警察局 又或者是害怕 我收起手机 在某音上注册了个小号 上传了刚才的视频 配文六十老太为爱做三 既然他喜欢乱说 现在就看看 谁更能乱说吧 可我没想到 让婆婆和陈爽父母碰面这个举动 害了我自己 第八章 一点我着手起诉 讨回财产 听说王翠芬又和陈爽妈撕了几次 老当一撞 都打进了医院 不过他很快也就反应过来 和陈爽妈撕是没有结果的 两个老貂婆一和解 又开始打我的注意了 他们来找我闹 逼着我放弃继承 不允许我起诉追回财产 电话威胁 找人半夜来砸门 祭死老鼠 手段层出不穷 尤其是陈爽的父亲 他早期混黑 虽然现在成功洗白自己 但是以前的势力还在 他让手下堵在门口颇油漆 跟踪我出行 恐吓我 我一边假装担惊受怕的每次都报警 一边保留好所有证据 这天我下班 还没来得及进车里 就被突然窜出来的王翠芬 抱住了胳膊 你这个小当妇 林河肩夫害死了我儿子 还在这招摇 我看见陈爽妈站在不远处 身边还有人举着摄像机对着我 正是下班的时候 大街上人来人往 都驻足看向这里 王翠芬见人多了 拉着我就往街边上去 边走还边嚷道 大家快来看那 就是这个小贱人 他跟公司领导偷情啊 被我儿子发现了 就找人撞死了我儿子 我这老太婆 今天命都不要了 就是为了给我儿子讨个公道啊 我翻了个白眼 真是这几年功力不行了呀 骂了好几天 还是这几个词 都没点新鲜词汇 我回握住王翠芬的胳膊 轻而易举的把他拖回公司楼下 他想去大马路上作死 我可不想 我大声喊道妈 您别造谣了 您放心 就算您和德耀都出轨了 我爸也是爱你的 我也是爱德耀的 我们不会不管你的 不就是造谣吗 我也会 请我这么一提醒 周围人一下子想起来 这不是最近爆火的六十老太 为爱当三的主人公吗 大妈自己的生活都够乱了 还在这说别人 谁不说呢 为老不尊 小宋多好的人呐 他老公出轨了他 还想着他婆婆呢 要我说啊 人就是不能太善良了 这要是我婆婆 我早一巴掌打过去了 王翠芬见周围 没有一个同情他的 反而都在为我说话 脸仗成了猪肝色 可突然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不知对面说了些什么 他冷静了下来 王翠芬死死地盯着我 嘴里喃喃着 我说 怎么我儿子揍完你 他就死了 第九章 全部财产在律师的帮助下 我把他们告上法庭 要求陈爽父母 及王翠芬 归还我和张德耀婚姻存续期间 他非法转出的夫妻 共同财产 并且上交了所有他们 威胁我恐吓我的证据 要求他们 赔偿我相应损失费用 但场面和我想的不一样 他们全程安静地坐在位置上 十分淡定 王翠芬眼里 满是得意和稳操胜券 最后一轮发言 到他们那边时 辩护律师起身发言 审判长 我方被告人 于昨日已提交新证据 且货车司机也愿意作证 宋秋彤是买凶杀人 蓄意杀夫 听到这话 我心中咯噔一声 但表情依旧淡定 唇角笑意不减 见我没露出惊慌失措 害怕的表情时 王翠芬设想落空 你个贱人 死到临头了 你还在装 如果你要是现在 跪着求我原谅 我争取不让法官判你死刑 单一句话就暴露 他是个无知法盲 还把自己身份 凌驾在审判长之上 主位的审判长听到这话 宁眉不悦地 将手中法锤重重一敲 散发强大气场 还没到被告人发言 请保持安静 法官开始要求提供他们证据 对方辩护律师 把手中材料交由专人递交审判长 这是我方收集到宋秋彤 在一个月前 与货车司机的金钱来往明细 共两次汇款明细 共计一万两千 我心中吃笑 一万多块钱 就能说我买凶杀人了 尽管张德耀在我眼中一文不值 在得到审判长允许后 我起身从容解释 我和货车司机是同村长大的 上个月 我被张德耀家暴回到老家 意外碰见他 他问我借了六千 说是被人骗带了高利贷 现在对方威胁 不还钱就要把老婆女儿 给卖掉到国外去 出于交情 我借了六千 等到没过多久后 他又问我 借了六千 与此同时 发来他被人殴打逼债的视频 我手上放着大明哥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视频 对面的陈爽父母坐不住了 两人眼神紧盯我手里的视频 这种情况 我能不见吗 与此同时 我解释了张德耀和大明哥 也是双方认识 所以才会答应 收费开货车 送两人回城 审判长开始要求被告方证人出庭作证 终于王翠芬急了 平凡地看向门口 迟迟没有人来 随着时间流逝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审判长的耐心也随之消失 我笑意不止 他不会来了 大明哥借了陈爽爸爸的高利贷去赌博 被逼着还债 威胁要把他老婆和女儿都卖掉 一个月前 我回老家 正好碰上了借酒交仇的大明哥 我惊讶陈爽的真实身份 同时顺势说出了心中计划 大明哥说债 他是还不起了 但妻女 他必须保护 最后 他点头答应我的计划 我赚了六千 先让他应付着 争取时间 同时也不下 有钱不还挨揍 朝我借钱 留证据 洗清我的嫌疑 同时答应做伪证 坑了陈爽父母 一大笔钱 偿还了高利贷 剩下的钱留给妻女 最后自杀赎罪 大明哥说 赌尹他是借不掉的 只要活在世上 他无时无刻都想去赌 不让赌 不如杀了他 所以他不如做件好事 用自己的死 揭开他们的罪行 阻止陈爽父母 继续害人 于是就在半个月前 我故意给嫂子 找到工作的借口 从村里 接走他的妻女 然后借钱送他们出国 暂避风头 终于门被推开 但却不是证人 而是另外一个检察官 他快步跑到 审判长面前 在他耳边低声私语 被告 你们方的证人 在来的路上 已经自杀身亡 现警察已经在处理 并且警察查获新的线索 提交了你方陈宗和杨雪的犯罪证据 案子变得复杂起来 大明哥自杀前留下一书 上面写着陈爽父亲涉嫌违法放高利贷 母亲拉皮条做性生意 他死之前把我搜集到的证据全部都整合 在住院的时候就交给了警察 并且把所有罪名揽在自己头上 他故意杀死陈爽 以此来报复陈宗 陈爽父母很快就被赶来的警察带走 留下手足无措的王翠芬 庭审继续 王翠芬没了这个证据 一下就处于劣势 而我就不一样了 手续和证据齐全 让人挑不出一点破绽 在即将终审判决的时候 王翠芬崩溃地在法庭上咆哮 不公平 你们肯定都收他钱了 你们是不是都惦记我儿子的拆迁款 他似乎以为 只要他还像原来在家里那样 蛮不讲理 正义的天平就会向他倾斜 可这里是法庭 不会因为谁喊的声音大就偏向 谁一分一猴 他甚至还想冲上来打我 审判长警告多次无效 最终被罚款并逐出法庭 张德要因婚内出轨 家暴等罪名被判净身出户 而房子本就是我的婚前财产 拆迁款自然也是归我 反而这些天王翠芬对我进行的骚扰和人身攻击 他还要赔付我两万的务工费和精神损失费 但我还是很善良的 从赔款中减去五千 说好了要给他五千的 陈爽父母的罪行被揭露 引起全市的轰动 上了各大视频软件的热搜 两人无恶不作 这几十年来 逼得不少家庭破裂和花季少女走上不归路 最终被判死刑 没收全部财产 第十章 其实只损我辞了工作 卖了房子 带着女儿回到了父母身边 在新的城市 我找到了新的工作 城欢西夏 三室同堂 天伦之乐 虽然有不少存款 但我还是每天朝九晚五 过着普通的生活 也有不少之前的朋友告诉我 王翠芬的凄惨 随着那老两口入狱 孩子被丢给王翠芬养着 村里都在传 这孙子是野种 为了证明 他拉着孩子 去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他宝贝这么多年的大孙 压根不是他们家的种 我这才隐隐约约地想起来 张德要是在酒吧门口 捡到喝醉的陈爽 他起了色心 正好陈爽也晚得花不见意 在了解陈爽家事后 张德要更不愿意放过他 开始当舔狗 还把钱都稀数 交给陈爽表真心 看来 这陈爽也不是那么喜欢他 甚至还精心为张德要准备了戴绿帽子 王翠芬受不了这样的刺激 变得疯疯癫癫的 每天都在垃圾堆里捡吃的 还不停地咒骂我 随他去吧 毕竟也只能过个嘴瘾了 现在 我只要每天看到女儿稚嫩可爱的小脸 就觉得幸福极了 女儿也问过 妈妈 爸爸去哪里了 我告诉他 既然没有爸爸 我们可以活得更好 那我们就不需要爸爸了 人这一生 不是别人有什么 我也非要有什么才算完美 而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取悦自己 及时止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